大家好,我叫刘青月。 我们常听人说,生鸡蛋的营养优于熟鸡蛋,但是从微生方便来考虑,真的是这样吗? 但就是一个疑问,我们走进了生物实验室,打算做实验介绍结果。 现在我们要跟着生鸡蛋和熟鸡蛋的蛋壳以及内容物,进行大肠杆距离以及进入组织的检验。 我们需要用到月中的生理棉水和银草杆源。 现在我们用圆签站起生理棉水,抖抹生鸡蛋蛋壳表面。 生鸡蛋蛋壳表面的微生物会负责于圆签上。 用同样的方法,我们来占取熟鸡蛋表面的微生物。 用同样的方法,我们来占取熟鸡蛋表面的微生物。 我们需要提取生鸡蛋和熟鸡蛋的内容。 一共二十五克。 一共二十五克。 一共三十六克。 用三鸡蛋的方法,称取二十五克。 现在我们开始着生鸡蛋鱼的静置群组组组, 首先将它搅拌。 然后使用1毫升的吸管 吸取干混合液10毫升 做大潮软菌的检测 接下来我们在加入样品的评论中 倒入营养全食 我左手拿着熟鸡蛋蛋壳的培养米 可见米中基本没有菌落 右手是生鸡蛋蛋壳的培养米 米中充满了菌落 同样的生鸡蛋面容物的培养米中 也出现了少数菌落 说明细菌可以通过蛋壳进入生鸡蛋 因此使用生鸡蛋是非常不卫生的